马太福音第十五章 那时有法利塞人和文士 从耶路撒冷来见耶稣 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 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 耶稣回答说 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 神说当孝敬父母 又说咒骂父母的必治死他 你们倒说 无论何人对父母说 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 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就是你们借着遗传 废了神的诫命 假冒为善的人啊 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 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 心却远离我 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 所以拜我也是枉然 耶稣就叫了众人来 对他们说 你们要听也要明白 入口的不能污秽人 出口的乃能污秽人 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 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 你知道吗 耶稣回答说 凡灾众的物 若不是我天父灾众的 必要拔出来 任凭他们吧 他们是瞎眼领路的 若是瞎子领瞎子 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 彼得对耶稣说 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 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 岂不知凡入口的 是运到肚子里 又落在茅厕里吗 唯独出口的 是从心里发出来的 这才污秽人 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 有恶念 凶杀 奸淫 狗盒 偷盗 妄政 磅毒 这都是污秽人的 至于不洗手吃饭 那却不污秽人 耶稣离开那里 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有一个迦南妇人 从那地方出来喊着说 主啊 当我的子孙 可怜我 我女儿 被鬼附得甚苦 耶稣却一言不打 门徒进前来求她说 这妇人在我们后头喊叫 请打破她走吧 我奉差遣 不过是到以色列家 迷失的羊那里去 那妇人来拜她 主啊 帮助我 她回答说 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主啊 不错 但是狗 也是她主人桌子上 跳下来的碎渣 妇人 你的信心是大的 照你所要的 给你成全了吧 从那时候 她女儿就好了 耶稣离开那地方 来到靠近加利利的海边 就上山 就上山坐下 有许多人到她那里 带着瘸子 瞎子 哑巴 有残疾的和好些别的病人 都放在她脚前 她就治好了他们 甚至众人都稀奇 因为看见哑巴说话 残疾的痊愈 瘸子行走 瞎子看见 他们就归荣耀 给以色列的神 耶稣叫门徒来 我怜悯这众人 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 已经三天 也没有吃的了 我不愿意叫他们 饿着回去 恐怕在路上困乏 我们在这野地 哪里有这么多的饼 叫这许多人吃饱呢 你们有多少饼 有七个 还有几条小鱼 他就吩咐众人坐在地上 拿着这七个饼 和几条鱼 注谢了 剥开 递给门徒 门徒又递给众人 众人都吃 并且吃饱了 收拾剩下的零碎 装满了七个筐子 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 共有四千 耶稣叫众人散去 就上船来到 马加丹的境界 第十六章 法利赛人和萨都盖人 来试探耶稣 请他从天上 写个神迹给他们看 晚上天发红 你们就说天必要晴 早晨天发红又发黑 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 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 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 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看 耶稣就离开他们去了 门徒都到那边去 忘了带饼 你们要谨慎 防备法利赛人和萨都该人的笑 门徒彼此议论说 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 耶稣看出来就说 你们这小性的人 为什么因为没有饼 彼此议论呢 你们还不明白吗 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 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 也不记得那七个饼分给四千人 又收拾了多少筐子的零碎吗 我对你们说 要防备法利赛人和萨都该人的笑 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 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门徒就才晓得 他说的不是叫他们防备饼的笑 乃是防备法利赛人和萨都该人的教训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弗利比的境内 就问门徒说 人说我人子是谁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伊利亚 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 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 西门巴约纳 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 我还告诉你 你是彼得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 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 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 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 在天上也要捆绑 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 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耶稣嘱咐门徒 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 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 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 并且被杀第三月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 主啊 万不可如此 这是必不临到你身上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 撒旦 退我后边去吧 你是伴我脚的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 只体贴人的意思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赔上自己的生命 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只要在他父的荣耀里 同着众使者降临 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 报应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场死位以前 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第十七章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暗暗地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 变了形象 脸面明亮如日头 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亚 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 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说话之间 忽然有一朵光明的云彩 遮盖他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他 门头听见 就腐活在地 极其害怕 耶稣进前来摸他们 起来 不要害怕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在那里 下山的时候 耶稣吩咐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 告诉人 门徒问耶稣说 文士为什么说 以利亚必须先来 以利亚固然先来 并要复兴万事 只是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人却不认识她 竟任意带她 人子也将要这样 受他们的害 门徒这才明白 耶稣所说的 是指着施洗的约翰 耶稣和门徒 到了众人那里 有一个人来见耶稣 跪下说 主啊 怜悟我的儿子 他害天险的病很苦 屡次跌在火里 屡次跌在水里 我带她到你门徒那里 他们却不能抑制她 唉 这又不幸又被谬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把她带到我这里来吧 耶稣斥责那鬼 鬼就出来 从此孩子就痊愈了 门徒暗暗地到耶稣跟前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是因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它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 至于这一类的鬼 若不祷告禁食 它就不出来 他们还住在加利利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第三日他要复活 门徒就大大的忧愁 到了加百农 有收钉税的人来见彼得 你们的先生不纳钉税吗 彼得说 纳 他进了屋子 耶稣先向他说 西门 你的意思如何 世上的君王 向谁征收关税 钉税呢 是向自己的儿子呢 是向外人呢 是向外人 既然如此 儿子就可以免税了 但恐怕触犯他们 你且往海边去钓鱼 把先钓上来的鱼拿起来 开了他的口 必得一块钱 可以拿去给他们 做你我的睡银 帮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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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